月亮如染 天空也是有白日和黑夜之分的 只不过天上的时间对比人间要长上许多 太成功一片寂静 公文们都已经各自回去休息 只剩下寥寥几个巡夜的守卫在四处转悠 东华帝君的寝殿位于整个太成功的东南角 平时这里就嫌少有人进入 现在寝殿的门被悄悄地打开了 一个身影轻巧的一跃 便出了寝殿 然后对着天空长长地出了口气 呼 在月光的光影里 现出了这人的容貌 眉不点而翠 唇不染而红 尤其是额上的一朵凤与花极为绕眼 生生地便要把所有的目光都夺了去 这位正是清秋的小殿下白凤九 白凤九这两天很是提心吊胆 他不知道东华帝君什么时候会再想起 拿他擦仓盒的事情 不过自从连宋和司命星君来过之后 帝君不知为何反而没有再提 似乎已经把这是给忘了一般 每日只是带着凤九到处转悠 钓钓鱼 浇个花 自己动手打磨个桃去什么的 凤九仔细观察了一下 他发现帝君对于一些琐碎 又浪费时间的事情极其感兴趣 越是能消磨时光的 他便做得越好 凤九心中暗暗感叹 这命成就是不一样 今夜不知是帝君放松了警惕 还是白日里为了一套避袭的茶具消耗了心神 居然没有把凤九塞到枕头底下 而是随手放到了床边 凤九心中很是惊喜 他觉得终于等到机会了 等到帝君睡着了之后 凤九迅速地陷了人行 然后干脆利落地冲着帝君使出了五六个睡眠的术法 等看着术法已经弥漫了整个床障 才安心地走出了寝殿 本来一出寝殿 他便想直接顿走 可又想到救命之恩还未报答 便又犹豫了 凤九低头想了想 他觉得自己若是这么一走 那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进入这太成功了 岁下定决心趁着今夜先把之恩给报了再说 可如何报恩 凤九又有些为难 猛然 他想起姑姑白浅曾给他讲过一个报恩的话本子 大致的意思就是有个仙女无意中被一个凡间小伙给救了 然后为了报恩便每日里偷偷给小伙做些事情 满足他的心愿 最后两人相爱相守 凤九觉得甚是受到了启发 便想着也为帝君做些什么 凤九慢悠悠地走过了花园 来到了那日堆放木材的所在 他猛然想起帝君曾经说过这本是打算盖个粮瓶的 一直没有合适的图纸 因而就放置在了那里 凤九觉得自己若能帝君完成这粮瓶 他必然是很高兴的 自己也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于是便跑到那堆木材旁 开始设计起来 若是女工绣红之类的事情 十个凤九也白给 他除了擅长厨艺之外 其他的本事跟旁的女子都相差甚远 但若要他设计个岸岛机关 打造个兵器木匣 画个建筑图样 倒是手到勤来 音响着这是在为帝君完成的粮瓶 凤九力求尽善尽美 约莫思考了片刻 便依挥手 幻画出纸笔 在旁边的池塘蹲上一座 趁着夜色明亮 用心画了起来 东华帝君披着个紫色的长袍 远远地望着凤九 本来他觉得凤九当日口中所说的 报恩不过就是个孩子细语 压根就没有当真 后来那日 成一人君来太成功在他面前东拉西扯 硬生生地塞给他一方手帕 他一眼便认出了是凤九 当时他也是有些微微的诧异 在他心里想着凤九 顾默也跟以前的那些女人一样 想着如何接近他 便想着吓他一下 让他趁早放弃了这心思 也免得雨后麻烦 所以便张口说要让他去擦拭仓盒 没想到这都没有把他吓走 他对他的印象有些改观了 今夜 他故意把他放在旁边 等着看他如何离开这太成功 他看着他使出的那些个睡眠的竖法 心中暗暗好笑 怕是他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吧 本以为他一离开请便便会赶紧顿走 却没想到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走走停停地似在想着什么问题 走到了这里便停了下来 坐在那边聚精会神地画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凤九停了下来 图纸已经完成了 他自己也十分满意 他左右瞅了瞅 想行个稳妥的地方把图纸放起来 正犹豫着忽然眼睛一闭 直直地栽倒在了地上 东华帝君看着弥漫过来的淡粉色烟雾 心里莫算着时间 能被自己竖法弄昏得怕也只有凤九这一个人了 他慢慢地走过去 一眼便瞧到了握在他手中的那张图纸 他有些好奇 不知他在上面画了什么 便轻轻地从他手中抽了出来 展开看了起来 起初他以为凤九这一个小姑娘 对于这类凉亭设计能有什么想法 不过就是随便画两笔罢了 可真认真看时他却不由自主地思索起来 整体的设计很有独到之处 虽然功力尚欠些火候 但在他这一辈中足以排到前三了 月光撒在凤九熟睡的脸上 东华帝君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个女孩 当日在荒稽山就他匆匆一瞥 只是印象中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却没有记住她的五官相貌 这一次他终于看清楚了她的长相 果然和他印象中的一般 是个极美的女子 尤其是额尖的那多凤与花 让人看了一眼便再不想转了目光 帝君看着看着 有一瞬间失了神 帝君 帝君 凤九似是在说着梦话 东华帝君弯下了腰 将他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他也曾离他这么近过 不过是以帕子的形态 现如今他现了人生自然又是不同 听着他喃喃地叫着自己 看着他在睡梦中平静的面旁 东华帝君心底的某一处 不经意的 动了 凤九觉得这一觉睡得有些失忆 他恍恍惚惚记得 昨天晚上自己是变回了人生在花园里的 怎么今天早上一觉醒来 又变回了手帕的样子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自己倒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他睡得有些迷糊 觉得自己现在该是在帝君的寝殿 却听到了耳边乒乒乓乓的声音 还夹杂着吆喝的声音 他定了定神 四处打量一番 却发现自己正在昨晚待的那个花园里 卸下花园里人来人往 似在修静着什么 东华帝君坐在不远处的矮榻上 手里拿着的正是昨天晚上凤九画的那张图纸 四命星君红着眼镜 垂少站在一边 看着帝君不时地在图上修修改改 想了想 探头问了一声道 帝君 怎么突然想起来修亭子了 东华帝君平了手里的笔 眼睛望向了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地方 轻声道 这图纸设计得不错 不用可惜了 然后不经意间用手抚了抚别在腰间的手帕 四命星君瞅了眼那手帕 又立刻把眼光转向了别处 他今天刚刚把那史诗般的巨柱腾写完毕 整个人还在一片维米的状态里 精神极其不佳 自从万年前飞升上星后 他已经许久没有这般耗费精神了 这几日 他光是查阅背露个人平生事迹就累的他险些昏厥过去 凤九也在暗烂地打量着四命星君 他虽然经常听说过此人 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还是第一次 四命星君长得还算清秀 但是若跟东华帝君或者自己的那几个书数勃勃比起来便是不够看的了 他早就听说了 这天宫有两部会移动的书 一个是东华帝君 是最权的法典 运一个就是四命星君 不过是最权的八卦全书 他觉得若有机会 自己一定要好好跟他聊聊天 可能是感受到了凤九探究的目光 四命星君也回看了凤九一眼 以四命的修为 看破凤九的真身不是什么男士 他早听说清秀的这位小殿下是四海八荒的第二角色 可是一直却没见过真人 这次透过障眼法看到了凤九的真容也是被惊艳了一下 他实在有些感叹上天对于九尾狐一族的偏爱 一时竟有些失神 横 四命抬眼一看 正看到帝君眉毛不经意地皱了一下 目光不善地盯着自己 忙收了收心神 规规矩矩地站好 再不敢随意打量了 三殿下连宋一早便来了太成功 他一向是随性惯了 对待公鹅又甚为客气 因此人员很是不错 当值的公鹅一见连宋进来 忙准备好茶点 客客气气地给他让到了园子里坐着 转身就要进去禀报 被连宋给白手拦了下来 公鹅恭恭敬敬地失礼问道 不知道三殿下有何吩咐 连宋今天换了把清竹制的骨扇 配上他一身青纱狠险的飘逸出尘 举手投足之间竟显慵懒之态 他斜靠在园子里的棉榻上 轻声问道 怎么不见斯命新君 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这帝君现在在何处啊 恭威一听 笑得很是灿烂 柔声答道 孙殿下有所不知 前几日帝君让斯命新君去为他腾血一事的兴衰历程 今日才恰恰完成 线下正同帝君在后花园里修良亭呢 修良亭 帝君有如此雅性 不错 我也去看看吧 连宋眨了眨眼 手里的扇子一开一合 站起了身 便往后花园走去 恭威看他起身 忙走到前边为他引路 连宋经常来这太成功 对于道路早就是熟门熟路了 他觉得有人跟着反而不自在 便挥了挥手让恭威退下 自己慢悠悠地朝后花园走去 还没进到后花园 他便已经听到里边人声鼎沸了 他加快了几步 果然在花园中看到有不少人正在忙活 斯命在一旁指指点点 似是在提醒着什么 连宋走到东华帝君跟前 拱了拱手道 帝君好兴致啊 东华帝君正在看图纸 听到他的声音 便把图纸往旁边一放 打亮了他几眼 开口道 你也很闲啊 连宋觉得每次与帝君说话 都是在磨练自己的心胸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堵得喘不过气 所以东华帝君身份这样尊贵 也没见有谁上杆子来太成功巴结的 他一抬手 先在旁边为自己幻化出一方主意 安安稳稳地坐上去之后 才重新开口道 帝君 别的先不说 这次来我是求你帮我个忙的 东华帝君没吭声 像是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连宋身之东华帝君的脾气性格 若要他出手帮忙 必得有能打动他的好处 所以自顾自的心说起来 我想打造的匕首送给成玉 你也知道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在行 我前些时日无意在西海寻到了一处极佳的西土 你若能帮我做这匕首 我便把这西土的位置给你画出来 你也知道我与那西海水军不慎对付 我若是去要他必然不给 但以你的身份 他肯定得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怎么样 东华帝君听完后瞟了他一眼 道 我也帮你寻触西土的位置 这笔手你自己做如何 连宋一听 王白手道 我这水瓶你还不知道吗 这样吧 你要是肯帮我 我把心得的汉阳玉白石瓷砖给你送来 让你铺到这凉亭的地面上 你也知道这砖的好处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他心里很清楚 若是不出点穴 东华帝君是铁定不会帮忙的 听他这么一说 东华帝君微微一思索 便开口道 既然你说有极佳的西土 那打造一把上好的匕首也不是难事 可我管没有拿威压逼迫人的习惯 你回去后把府中所有跟西土有关的器具 通通换了出去 对外就说自己对西土过敏 越是好的西土过敏就越厉害 然后等你过生辰时 这西海水军必然乖乖地把那西土奉上 到时候你转给我就是了 连颂听了心中很是无语 以帝君的心术若不是主动让出位置 现在天津这个位置怕也没他们天足什么事 连颂站起了身 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了别在帝君腰间的手帕 然后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让人把瓷砖给你送来 等到那西土一到 再打造匕首不迟 说完就朝着私命走了过去 私命正照着帝君的吩咐指挥众人干活 见连颂来了 盲行了个礼 连颂一看私命的状态 便先开口道 你这是立天节了 活活把自己折腾成这个鬼样子 私命一听 美好气地道 爱 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可比什么天节管用多了 然后又悄声道 见这成语没有 怎么说 连颂一撇嘴 道 哼 要不是见了他 你觉得我今天巴巴地来这里干什么 话还没说两句呢 就先让我拿出成语来 买没了要东西吗 我想了想 以他的性格说不定送个匕首正合心意呢 所以今天就是来求帝君帮我打匕首的 私命一听 嘿嘿一笑道 你求帝君帮你 出血了吧 连颂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里却恨恨地想到 等哪天他求着自己的时候 非要让他出双倍的血不渴 却忘了这几十万年来 从未见帝君去求过谁 更遑问有谁能敲诈的了他去 不过这样一想 心里却舒服了很多 因惦记着稀土的事情 便跟私命告别回自己的府邸去了 谢谢大家